为何在西藏无人区晚上不能在车里睡觉 住车上的后果有多严重 西藏和新疆虽然地大物博 但无人生活的区域占比较大 而这些地区就被叫做无人区 可虽然没人居住 但前来找刺激和探险的人却至少不多 有的是为了旅游找刺激 有的则是想出名 但在无人区却有很多默认的潜规则 比如到了晚上不要在车上睡觉 这到底是为何呢 无人区虽然听起来稀松平常 但作为生命禁区 其危险程度不亚于刀山火海 你知道无人区到底有多危险吗 中国四大无人区 其中最出名的要数罗布泊和可可西里了 不过藏北的无人区也经常被人提及 一些人向往无人区壮丽的风景 希望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但无人区的险恶却常常被人们忽略 早在之前的几十年时间里 很多进去的人再也没出来 其中不乏一些经验丰富的探险家和去科研的人员 不过得益于现在的科技 其中一些致命性的问题 已经可以通过外务来克服 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自驾游去西藏无人区看风景 但无人区不是旅游景点 很多时候没有合适的休息地点 所以大多数人会选择在汽车上休息 不仅方便 还能规避一些危险 但一些有经验的人都知道 其实在无人区里 看似可以当作保护伞的汽车 到了晚上其实并不安全 甚至还会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 但不在车上过夜 难道要在荒郊野岭搭帐头吗 为何在西藏无人区 晚上不能在车里睡觉 驻车上的后果有多严重 汽车既可以很好的在无人区跋山涉水 还舒适安逸 但常去无人区的老油条都知道 这是很不可取的方式 严重的 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 首先 无人区肯定是没人定居的 但这里的动物可不少 其中有不少肉食动物 有狼群或者是狗熊 这些野兽在无人区就和在自家后花园一样 就算将你吃干抹净 也不会有人知道 甚至连尸骨可能都找不回来 2016年有一位骑手就骑自行车要涌闯无人区 但出发一个月不到就杳无音讯 搜救人员只找到了一些他的随身物品 尸体至今下落不明 无独有偶 2020年也有人在无人区失踪 经过数十天的搜寻 只找到了一具面目全非的尸骨 非常可怕 这么一说 无人区的危险不是一星半点 可不住在车上难道去荒地里搭帐篷吗 那不是给狼家餐吗 其实 不在车里睡觉也是有原因的 无人区普遍在高海拔出 这里的风景虽然壮丽 但环境恶劣 一些西藏的住民都不敢轻易深入 而普通人很容易在这里出现缺氧的现象 一些身体比较差的人 很容易在睡梦中休克过去 而且 无人区的昼夜温差极大 晚上非常冷 关窗户开空调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但这样一来 汽车就成为了密闭的空间 氧气含量可想而知 一些本来就有高原反应的人 很容易在睡眠中休克 如果没有及时醒来 等到车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 很容易造成生命危险 而且在车里睡觉的严重性还不止如此 为何在西藏无人区 晚上不能在车里睡觉 住车上的后果有多严重 虽然在汽车上既温暖又舒适 可一旦缺氧休克 那么无人区失踪名单上可能又要多上一个了 除此之外 晚上在车里休息 那么必定要开空调 虽然空调的耗油量并不大 但连续一晚上的燃料消耗 还是很大的 在无人区中 没有了汽车燃料 根本不可能靠双腿独自走出来 所以虽然在车里睡 看似非常安全 但一些隐患还是存在的 稍不注意就会出现不可挽回的后果 但是如果想去无人区 晚上不睡在车里 难道住帐篷靠谱吗 相比于坐在车上 坐在帐篷里虽然不能防御野兽 但外面的空气更多 更不容易产生高原反应 但面对狗熊或者是野狼的爪子 还是有些不够看的 所以如果非要去无人区探险 那么最好的过夜办法 就是不再无人区过夜 除非车队人很多 互相有个照应 而且帐篷也要尽量靠近汽车 如果露营设备准备不够完善 那么在车上睡觉时 也要留一个缝隙 并且注意保暖 这些对于常去的老手来说 都是入门知识 但很多新手准备不全 就会犯错误 所以如果想去探险旅游 那么一定还是多注意安全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关注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